啊 真好看啊 好好好 真的很厉害 哇 太棒了 OK 我觉得先这样 因为嘴都太疼了 嘴唇很辛苦 画到去会变成灰色的 在广州塔五光十色的夜景下 随性泼墨 肆意勾勒 几分钟就能画出一幅肖像 不知情的游客可能以为 这是景区常见的速写艺人 而实际上 这位画画达人也是一名游客 哈喽 我是吴沁宜 就读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四年级 来自台北高雄 这是吴沁宜第一次来到大陆 来到广州 学校的学业已经完成 她决定利用闲暇时间 踏上未知之路 书写新的篇章 在网络上看到的就说关键字 想说暑假的时候 多报些有趣的应对 尝试一些不同的体验 那这一次就是以毕业生的角度 我觉得更珍惜有得知这个资讯的时候 所以就赶快报名 然后去询问说 可不可以再参加这样子 最主要是参加过 喜欢然后觉得这个活动很棒 所以就再一次来 带着一知半解 吴沁宜近期就和其他的几十位台湾学子 一起来到了广州 他们走进里南古建筑 参观美术院校 打卡地标景点 走访科创企业 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的品尘告诉记者 这一次的广州之旅 给予他不同以往的感受 以往来的时候 包含我前两次来 因为真的年纪还没有到很大 然后当时就有一种 我跟着大家一起出去走走看看 那包含说行程不会有太多的了解 不会去做笔记 或是真的深入去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然后像这一次我来的时候 就真的会去把 尽可能了解多个景点 对我们的关联性 然后多去跟当地人交流 跟其他人互动 我觉得心境上真的差很多是 我真的想要去把 我的所见所闻 去跟我过去的经验 去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差最多的地方 但走起来都不一样 就是要把握机会跟 可能长大之后 发现这机会真的特别难得 要好好珍惜 而每个行程 也都成为美术生的灵感来源 当所有人都热爱拍照打卡的当下 这位年轻人的打卡方式 显得尤为传统 带队的老师常常发现 自己的队伍少了一个人 哦 就是还在忙碌的这位 坐在旁边其他 就同个营队其他的朋友 然后这个是在罗西尼 那个时候也是边走边参观 然后也很赶 所以就快速画了一下 在那边车间工作的人 因为就整个透明的工厂 也是蛮难得可以看到里面 就是他们是在怎么做一些钟表的 就那时候看到一些绿绿的东西 就点上去了 还有一个我最喜欢 那个蓝色的大宗 但因为就写意的画过去 然后这个是吃饭对面的人的朋友 有趣的人 然后或者是一个场景之类的 但有 如果真的来不及会手机拍 但我还是希望就是在 那个当下那个瞬间 对去捕捉 嗯 最真实的感受 不能拍照 有人建议我拍照回去 哇 这跟就是现场演唱会 跟回去你录完 对 听是不一样的 一路上白宝带长半左右 边走边画 不能按照传统套路 那就就地取材 一瓶矿泉水 一盒颜料 有时候用碳笔涂抹 有时候是毛笔甜色 别人出门游玩 力宝外表光鲜亮丽 这位姑娘倒是墨迹随身 手指乌黑 就每次画都是一次尝试 就可能要带大的本子 小的本子 然后谁才要怎么装 然后这次算是还顺利 算还是把衣服弄脏了呢 对 但她以此为乐 甚至在过程中 还到广州当地知名的 书画装表一条街购买颜料 从台湾带来的用完了 而这一趟广州之旅 也让吴庆怡大为满足 这位学子在结束广州之行后 又迅速报名了新的行程 再次从台湾飞到广东韶关 去到当地的少数民族地区 体验独特的瑶族风情 现在她的画册里已经收获满满 可能十月的时候在马祖那边会有住村计划 然后也会有这种写生的方式跟那边的人互动 可能算是一个共创的过程 然后再把那个东西送给那边的居民 然后这样子去各个地方走走 就马祖是第一站 然后希望之后也可以有更多可能来大陆 不管是实习还是住村的机会 多看 多画 拥抱这个世界 事实上 吴庆怡的大陆之旅还在延续 她在回到高雄后 将自己一路创作所得印刷成册 还在美术馆里开了个展 和大家分享她的旅途记忆 年轻的脚步未曾停止